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人 所以 这就是很惊喜 很幸运在台湾 连续连续连续 人们都很惊喜 台湾第一练两小时结束 前一天半夜才到饭店休息 仍然精神很好 这一步拳是台湾史上历史性一课 最大咖洋将HOROR加盟桃源云报 与队友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比其他人都高至少一颗头 队员们训练前暖身 HOROR先练头球 来台湾投下的第一颗 训练时独家画面 被TVBS捕捉成功进球 接连三颗都完美命中 正能为桃源云报带来好运吗 还不知道 但已画下历史 毕竟是不公开训练 球团避免透露太多 但魔兽的英姿 让队友们化身小粉丝 以前看NBA 结果在美国 结果现在在我同一组 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跑战术的时候 跟他同一组 他传球给我 我觉得还蛮开心 跟这位大咖级人物训练 开心但也压力很大 短时间要达到他的经验不可能 但要跟上他的节奏 伙伴们也要更努力 他这边当然在攻击方面 一定会吸引包夹 那如果说队友能够适时的 在外线或者说其他的阳将 从另外弱边 能够从底线 或什么位置过来帮忙他的话 当然对着球队来说 是很大的帮助 球队还是在经验方面 比较不理想的话 一旦他被包夹 可能这边会成为 一个比较大的黑洞 防守是关键 但魔兽哈尔尔十八年生涯 只投进二十二颗三分球 生涯三分球命中率 仅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软肋 这几年如果给他足够的空档 跟时间的话 已经不是能够完全放他的球员了 那再像他在 从强篮板方面 然后各种平静方面 你又不能说 给他太多的这种空间 尽情在场上去飞杀 然后把整个台湾篮球 带给我们起来 能够让我们运报 能够打运动赛 打到最后我们打运动赛 首场比赛将在十九号登场 魔兽风采到时见真章 TVBS新闻张敏如 宣统林一杰森小组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小铃铛